如果书院真的会毁灭 不如给皮皮一次机会吧 不然 他这后半辈子该如何度过 世人皆知 书院陈皮皮是将夜历史上最年轻的知命镜 他曾用一记天下西神旨 让知命以下无敌的王景略 卧床三月 此次为救书院的师兄师姐 他更是挺身而出 不惜忤逆自己的亲生父亲 陈皮皮缓缓伸出手指 这是他第二次将天下西神旨用于实战 指气纵横于微语之间 最后透出指尖破血而至 灌主掩露欣慰之情 说道不愧是我儿子 随后灌主也伸指虚点而出 亦是天下西神旨 街间指意纵横 周围瞬间破碎成无数碎片 没有任何意外 陈皮皮遭受灌主指意重创 坐地不起 同时委屈之情犹然而生 不觉间嚎啕大哭 他哭得非常伤心 鱼脸眉头微醋 看着街内头说道 我们还没死 书院还没亡 哭什么哭 原来就在陈皮皮与灌主交手的 这段时间里 李漫漫和鱼脸 已经恢复了一些实力 只要他们没死 这场雪街之战便没有结束 书院就依然存在 灌主踏步向前 来自浩天的力量 灌注到他的身躯里 随即大师兄动念 便有风从城北呼啸而至 卷起街道上的残血 辅动接盼的断壁残垣 如辅琴弦 如吹冻消 大师兄伸手 接乱 大师兄举棒在打 灌主拂袖一卷 接平 于连从原地消失 长街上再次想起禅鸣 灌注整条雪尖 知其雄 守其词 为天下西 灌主之手 伸指成熙 如深渊之寂灭 如大海之无量 天下西神指纵横百合 风雪渐缓 禅鸣渐哀 而当最后一片雪 自灌主身侧飘过时 灌主的左手断了三根手指 灌主看向断指处 血流立指 断指处修复如玉 此为天魔 五境之上 于连暗说了一句可惜 因为他最后 那片雪应该把灌主的身体 切成两半 而不是只削下了 对方三根手指 于连看着风雪那头的灌主 想着先前看到的那幕画面 脸上的情绪有些复杂 大师兄借破宅之音 街巷之平 雄城之威 暂时困住灌主 然后他怒缠薄发 眼看着便要击杀对方 却不料灌主的强大 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意外 此刻于连脸脸色苍白 受了极重的内伤 大师兄浑身是血 疲惫不堪 摇摇欲坠 这明显胜负已分 灌主看着风雪对面的二人 平静说道 这是浩天的世界 我遵循浩天的规则 于是 所有浩天的规则 便能为我所用 李漫漫 如果你不是愚蠢到 在这七天时间内 消耗太多 如果你不是愚蠢到 前面数十年都不想学打架 或者你可以尝试 一直拖着我 灵悟 如果数日前 你没有与熊出墨战上一场 或者今日雪街之上 你真能找到一些机会来杀死我 虽然那个可能性依然不大 于连看着这个普通的道人 想着那个普通的名字 神情建宿 一个道门领袖 把魔宗功法修行的 比自己这个宗主还要强大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